你等最后雍正继位了 那把原来自己这园子呢 大修特修 所以雍正皇帝当时扩建圆明园 给圆明园的面积扩大了好多倍 而且在圆明园里呢 建了正大光明电 军机处这些办公场所 到后来雍正基本上是不回故宫办公 都在这个圆明园这里办公